火箭最近连续进行运作,他们官宣裁掉了RJ亨特,并且将会牵下卡伯克洛这位新球员。 对此,美国媒体带来了最新消息,美国著名媒体Kartelin带来最新消息,热火完全对首轮迁加安德森的报价失去了兴趣,交易谈判正式结束,而今夏唯一潜在的交易机会也已经消失,火箭整个夏天的运作都已经彻底结束了。 之前就有媒体报道过,火箭最近放弃RJ亨特,牵下巴西杜兰特卡伯克洛的行为,就是莫雷放弃努力的预兆,想送走安德森的难度太高,连最佳总经理都办不到了。 而火箭唯一可能交易的机会在于布莱克,小黑布莱克本来是非博得条款,他可以进行先签后换的,但火箭的这个计划同样失败,随着布莱克将去海外打球,他们最后的筹码也消失了。 目前火箭休赛期所有的交易正式宣布结束,在和老鹰以及热火连续谈崩后,火箭只要准备开启新赛季就可以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